Welcome to MCM 大家好 我是美科 MCM 植物切削液 技术总监 廖国振 台湾知名植物性切削液学位 美科 MCM 技术总监 廖国振博士 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美科植物性切削液的产品 在我的身后你们看到我的主板 我很喜欢这个主板 因为美科的植物性切削液 它的原料取自于自然 用自于我们的加工厂里面 在选料的方面 我们避开所有的石化原料 采用的是绿色原料取代石化原料 这个部分基本上在整个的厂区里面 我们更照顾的是 不仅是加工的品质 还有参与加工的员工跟环境 所以说在加工的过程里面 产生的气化的问题 还有液化的污染 植物性切削液学位 是目前看来是最好的 Total solution 这个部分跟一般石化的添加剂 传统的切削液是不太一样的 一般传统的切削液 大概分乳化液半而成或是全而成 不管它们是哪一种产品 它们都是石化的添加剂原料的产品 做出来的每个所采用的都是 再生植物油加纯绿色原料的添加剂 做成的植物性的高环保性的切削液 人们一定会问说 那能够比较一下矿物性的切削液 跟植物性切削液的差别吗 那我们就从它的基础的原料来看 因为矿物性的切削液是基础油加乳化剂 那基础油本身来讲不耐高温 所以在加工的过程 因为热而产生基础油的氧化 然后呢 它就产生什么油烟跟黏制的现象 所以它对空气来讲 这会产生大量的阴霧的 然后对于很多有一些油烟回坐机 但是油烟回坐机的绿桶的话 的根换力就很频繁 然后呢 加工化好的弓箭的话 又很难清洗 这本身来讲就是一个 在加工的过程里面 传统跨物性切削液的一些缺点 然后呢 再来也是传统切削液 必须要加杀菌剂 BioSite 植物性切削液是不需要加杀菌剂的 那杀菌剂在我们CNC的加工过程里面 它会上挖在空气里面 对人体的呼吸道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也是对环境的影响 跟人体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这个就是目前现况 矿物性的切削液 食物性的切削液是不是 Best solution 我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实际上植物油的耐高温 耐高温的话 它的油烟就比较少 燃烧点就比较高 所以低油烟 相对的 食物性本身来讲 就是有很好的清洗的作用跟效果 所以所有的生活用品的清洗 都是植物油做出来的 所以植物油本身来讲 是环保安全 又健康 又好清洗 低油烟 压有以下的这些优点 那相对的 它的那个 不管对铁材或非铁材的 抗氧化性 保护性是非常好的 因为食物油机的分 它是实性的吸附的能力的 那这个实性的吸附能力 可以很均匀的覆盖在 金属跟非体金属的表面上 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 这个不是一般 跨物性 传统性的切削液液 可以做得到的 然后它的消泡性 也是一个亮点 目前因为因应环保的问题 水槽越做越小 但是断屑加工的压力 又越做越大 食物性的切削液 在这些方面 它可以达到一个 很好的消泡的功能 这个也不是一般传统 切削液 靠消泡剂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食物性的切削液 它不但可以满足 目前先进加工的制程 又可以满足 目前ESC的精神的展现 所以爱护人体健康 爱护环境健康 爱护地球 它已经不是一个 单纯的绿色切削油 而是我们每颗 切削油制作的理念 Your success We make it happen 选择每颗 成就每颗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